網上視頻和圖片顯示 2號上午 中共軍隊在福建省廈門市大規模集結 馬路上有異常列的軍車正在行駛 其中包括輪行裝甲炮車 港口邊也有大批軍車沿鎮以待 此外 兩棲突擊戰車闖入遊客聚集遊玩的沙灘 將遊客奔成兩側 廈門一商戶表示 沒有接到打仗的通知 這些只是演習 針對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計劃訪台一事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歸協稱 中方必將採取有力的反制措施 對此 福建原公安人員楊先生表示 老百姓已看透中共 他不敢和美國打仗 新唐人記者陳傑、李珊珊、柏妮採訪報導 新唐人記者陳傑、李珊珊、柏妮採訪報導